那么谈到这个 相信大家都了解 顿达应曾经讲过了 他讲这个西门的内阁 你们要体谅 他们是拿L牌的 在马路上才一年罢了做部长 我要讲L牌没有问题 我们在马路上驾车 也是一个L牌的新手 但是 L牌的新手不可以那么嚣张 L牌的新手 不要做路吧 各位 如果我们的L牌的部长 一上台 就心胸狭窄 公道私仇 拉慢的拨款 拉慢不可以拨款 转了一个大圈 为什么 因为你是我的阵敌马滑开的 所以我要把你的拨款砍掉 我爱心洗肾中心 要查封 一定要查封 为什么 因为没有license 没有执照 到最后 查封这个医院 我曾经 我的这些同僚 他们是这个医院里面的这些 医护人员 他们说 被查封的当晚 2月14号 被卫生部查封的时候 他们讲 我们感觉到我们医疗人员 好像是恐怖分子 第一次看到政府 全世界不懂有哪一个国家 有政府来查封医院 来把我们的医疗人员的这些 手机没收 然后把整个医院 就是查封到地水不漏 里面的鱼都死掉 如果我们的政府 用这种 这样强硬的查封手段 来查封非法垃圾 洋垃圾业者 我相信呢 将会对人民带来很大的 好处